哈囉大家好 那最近有朋友問我 就是說如果他原來 天花板的一個砍燈 想要換大一點的 該怎麼辦 因為你已經裝了砍燈 但是砍燈比較小 那如果你要重新挖孔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沒有中心點 那我這邊 準備了這個 開孔器給各位看一下 很多砍燈有的是用 12的嘛 這個是120mm的 12公分的 但是目前的主流 大概都是 150的 就是15公分的 那你像你裝這種 砍燈的話你一定要重新鑽動 可是 你又找不到中心點 變成他會亂放就對了 那至於說 這個問題該怎麼解決 那 我現在來給各位一個建議 那我這邊準備了一個 Sample 這是一個洞 那你如果說 想要 想要在上面鑽的話 你就不行 就是沒辦法去抓他的中心點 這個就是 很大的一個問題 好 那該怎麼辦呢 你可以取一截這個塑膠管 像我家剛好有塑膠管 我就把它剪了一小段過來 當然你也可以用這個 木頭 這個 這個 穿線的這個壓條 都可以 只要塑膠條 或是木條就可以 那今天我要用一個 比較特殊的方法 因為 我有很多這個塑膠管 就會物利用 那我們可以 做一些塑膠條出來 各位看一下 這樣子 畫一條線 然後再來 再來 再畫一條線 你看 不用畫的 很一致啦 就是有一個 平行線就好了 我隨便畫幾條平行線 那到最後我們 要來把它 這個 塑膠條取下來 那 這要怎麼取 我來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用這個熱風槍 把它稍微烤一下 那我們就來 把它稍微剪一下 好 那你就是把塑膠條剪好 剪好當然 我們這個 還是不能用 還是要先把它壓平 好 用個東西把它壓一下 讓它平 好 那剩下的 也是跟剛才一樣 就一個一個把它剪開 好有沒有看到 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我剛才沒有剪很直 不過無所謂 無所謂 就是我們把它壓平就好 那至於說 這原來有 有這個洞嘛 這個洞本來在天花板上的嘛 好 那你就是 上去把它 做一個 好 就把它剪斷 好 當然 這個四個角落 也可以順便修一下 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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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再來就是 拿這個 熱熔膠 好 在這兩側 稍微塗一下 好 再把我們這個 放上去 好 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有一個中心點了 好 好 那當然你這邊 可以再多補一些 沒關係啦 因為那個 比較強化一點 是比較不會跑掉 好 那這樣的話 大概要擺個五分鐘左右 要完全冷卻才行 那你可以先在 在這個 圓圈的一個正中心 用筆先畫一個記號 好 那等一下 我們鑽的話 就以這個為中心點 這樣子 好 好 那這個熱熔膠 已經 經過五分鐘 現在我跟它壓壓看 已經很硬了 好 那我們就可以來 開始來鑽了 好 那我們就是 將這個 鑽頭的中心點 好 這個 中心的鑽頭 對準它 我們做的記號的地方 好 這樣就 好 一開始不要太用力了 你只是要鑽 把那個 塑膠條鑽穿而已嘛 然後它已經幫你把中心固定了 然後 就可以慢慢的 好 好 那各位可以看 這樣我們就鑽好了 好 那今天為各位 簡單示範 這個 缺滑中心點 的一個 鑽動方法 好 那希望各位呢 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各位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要按讚 也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各位 拜拜